哈喽,大家好,我是北京风公司的边边 欢迎大家光临我们今天的云课堂内容 我今天特别邀请了华北区域的林翠莲老师 跟我一起来聊一聊卸妆产品 一般呀,我们都会说说怎么涂抹护肤品 怎么化个美美的妆 今天我们怎么突然说起卸妆产品了呢 因为呀,最近有太多人问我了 不是马上要上市一款卸妆油了吗 这款卸妆油怎么使用呢 还有些人纳闷 我们不是已经有卸妆水、卸妆乳 怎么还要再上市一款卸妆油呢 所以呀,今天我就来给大家科普一下 啊,那我就明白了 其实呀,我就不好意思告诉你 我也不太重视卸妆 很多时候就应付一下过去了 所以呀,卸妆可是非常重要的护肤步骤啊 那今天我就来给大家讲一讲 卸妆到底卸掉的是什么 卸妆不是卸掉的就是彩妆吗 当然不仅仅是彩妆啊 让我来给你捋一捋 我们早上都要进行护肤的,是不是啊 那在我们出门前,我们都会做什么呢 护肤之后,首先就是要黄晒乳、隔离乳 然后再上上底妆、定妆、彩妆一个个都不能少 才能出门啊 好,就你刚刚说的这个步骤 我们所熟知的彩妆是需要卸除的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但是很多人是不知道 我们的防晒乳也是需要卸除的哦 确实是哈 有些不化彩妆的人呢 只涂防晒就不卸妆了 直接呢,每天就用洗面乳随便洗洗 那是不是我们在涂了防晒乳之后 感觉有一层膜不太好清洗呀 嗯,你这么一说是有那么一点 那层膜就需要用卸妆的产品才能清洁 防晒乳产品的话是一定要用专业的卸妆产品 才能清洁干净的呀 哦,你这么一说我才知道了 除了那些彩妆的产品之外 其实在我们的脸上需要卸除的东西还有很多哦 还有什么呀 我们每天出了门 面对外界环境的挑战 风吹,日晒,雨淋 脸上也沾染了不少外界的粉尘 看不见的污垢 除了这些之外 我们每个人脸上每天都会分泌油脂 混合着彩妆和污垢 对于我们的毛孔挑战可不小哦 哎呀,被你这么一说 我都想马上去洗把脸了 其实一般的洁面产品 清洁力度是对应一般的污垢的 但是如果需要卸除彩妆感比较强的彩妆 比如说口红,睫毛膏,眼线笔等等 那就一定要使用专业的卸妆产品 才能清洁干净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做一个卸妆大挑战吧 好的 在我们面前呢 放着三款卸妆的产品 分别是 卸妆乳 卸妆水 以及卸妆油 那卸妆乳啊 是我们洁面护肤四件套当中的产品 作为卸妆的产品 它对于皮肤的友好度也非常的高 因为是乳妆的膏体 能够充分地按摩至妆容溶解 膏体变成透明的油脂 然后用截面筋擦拭 再使用后续的截面产品 所以一些简单的妆容 平时涂个防晒乳这样子的 就可以用卸妆乳来搞定了 首先我们来试用第一款产品 卸妆乳 我们取少量的防晒霜涂在手上 它就像一层保护衣一样 薄薄的一层在手上打圈按摩 可以保护我们的肌肤 然后我们取少量的隔离霜涂在手上 也是轻轻地按摩打圈 它可以隔离掉外界空气当中的粉尘 起到保护我们肌肤的作用 最后我们在手上涂上卸妆乳 因为卸妆乳是乳状的膏体 我们这样充分地按摩 可以先静置两到三分钟 将膏体慢慢慢慢变成了透明的油脂状 再按摩两下 然后使用卸妆棉这样轻轻地一擦 就可以轻松去除掉我们的污垢了 第二款是卸妆水 卸妆水是一款兼顾肌肤护理和清洁的卸妆水 可以轻松卸除彩妆 并且含有舒缓肌肤的成分 如果你不喜欢油油的感觉 又享有水润的感受 那么选择卸妆水准没错 并且一般的彩妆它都能够轻松搞定 让我们在手上试用一些彩妆产品 来看看卸妆的效果吧 第二款产品我们来试用卸妆水 首先我们在手上涂上一些彩妆的产品 先涂上比利霜 眼泳 以及口红 我们用干的化妆棉在卸妆水上按压两下 一定要确保我们的化妆棉浸湿 然后再使用到我们的肌肤上 湿暗在有妆容的地方 妆容浓的地方可以多敷一点时间 然后顺着我们肌肤的纹理进行擦拭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擦拭后的另一半 已经将彩妆全部都卸除干净了 第三款是卸妆油 卸妆油这款产品是我们8月份即将上市的新品 今天呀我还是要给大家好好的来科普一下它的使用方法 因为这款产品用对了方法 它就是宝贝 用错了它可能就一文不值了 那也就是说这款产品的使用步骤是非常关键的 没错 卸妆油是卸妆产品当中清洁力最高的 水溶性和油溶性的妆容都可以轻松的卸除 很多人一看是油就觉得这款产品一定很油 其实不然 卸妆油产品正是利用了油溶解油的道理 再加上乳化技术 让油溶解于水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彩妆产品轻松的卸除了 油乎乎的油 我很难理解怎么会带来清爽感 我们赶紧试试吧 可以呀 接下来我们来试用第三款产品 卸妆油 我们在手上先涂好气垫 空气蜜粉 眼泳 口红 以及我们马上就要上市的三种颜色的眉笔 我们取适量的卸妆油 涂抹在干燥的肌肤上 使得我们油溶性的妆容与卸妆油充分的融合 我们再取少量的水 使得卸妆油进行充分的乳化 最后我们用水来进行冲洗 好了 我们刚刚使用了三款卸妆的产品 进行了卸妆大笔拼 林老师 您觉得如何呢 真的是超级干净 而且呢特别清爽水润一点都不油腻 味道也非常好闻 卸妆呀都成了一种享受 卸除了彩妆 还有脸上一天的污垢和多余的油脂 感觉皮肤都能畅快的呼吸了 心情也都更愉悦 是啊 很多人其实担心彩妆会伤害我们的肌肤 所以不化妆 这其实是非常片面的了解 好的彩妆产品里边也还有养肤的成分 防晒成分也可以帮助肌肤穿一层外衣 保护好肌肤 只要做好了卸妆 好好的护肤 那么皮肤就不会增加烦恼的 今天我们一起卸妆大笔拼 让大家见识了每一种卸妆产品 它的特点和优势 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肌肤的需求 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卸妆产品啦 林老师说的一点都没错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云课堂内容到这里就结束啦 感谢大家的聆听 我们下次再见啦 感谢大家的聆听 感谢大家的聆听